大家好,我是小A,歡迎大家再收看小A的戰地1武器推薦視頻 今天小A來介紹戰地1支援兵實集的一把輕擊槍 最近有許多網友希望小A介紹這把武器 因為大家都在解鎖這把武器的第二種類型 不過在說之前小A要告訴大家小A現在還不清楚這把武器的英文名稱的發音應該怎麼發的 西方玩家有些喜歡把這把武器稱為Hewat 不過也有一部分玩家認為這把武器英文名稱正確發音是Hot 因為第二種英文發音對小A來說有點怪怪的 小A還是按照第一種英文發音把這把武器稱為Hewat 那麼今天小A就來介紹Hewat自動步槍 這是一把支援兵需要達到職業等級10級才能用戰爭債解鎖的輕擊槍 玩家要解鎖這把武器需要花200戰爭債 不過這把武器不是什麼擴展包武器 玩家可以擁有戰地1 達到支援兵10級就可以解鎖這把武器了 在今天這個視頻中小A再次要感謝小A的一位訂閱者George 他常常與小A一起打遊戲 而且每次選擇自己士兵職業的時候都看看小A選什麼 像今天小A用支援兵他就選了醫療兵 一直在為小A恢復血 有時候小A倒下他也把小A從地上拉起來 小A再次要感謝George成網友 小A記得當遊戲中只有一種類型的Hewat自動步槍的時候 很少玩家碰這把武器 後來因為戰地1的公共遊戲測試環境 CTE服務器中出現了第二種類型的Hewat自動步槍 也出現了解鎖這第二種Hewat自動步槍的一些要求 我發現玩家才開始陸續的使用Hewat自動步槍 為了解鎖第二種類型的Hewat 所以目前遊戲中有兩種類型的Hewat自動步槍 第一種類型是實際解鎖的Hewat輕重式自動步槍 第二種類型是從CTE環境引進的瞄準進食Hewat自動步槍 如果玩家想解鎖第二種類型的Hewat就是Hewat瞄準進食 玩家一定要用Hewat低重式幹掉300位敵兵 然後再用磁吸地雷或者Limbit Charge幹掉25位敵兵 不過今天想要來介紹Hewat低重式的一些武器屬性 這把武器的手感還有小艾用起來對這把武器有什麼看法 戰地一個低重式武器武器布局恢復速度非常快 與遊戲中的一些原廠式武器性能差不多 遊戲中的低重式輕擊槍都有槍架 玩家可以使用著槍架來控制武器的後座力還有武器的精確度 槍架可以架在陽台上、矮牆上、地上或者岩石上 從數據上來說Hewat自動步槍擁有一些非常獨特的輕擊槍屬性 首先Hewat自動步槍槍裡面只能裝26發自打 在輕擊槍裡他裝彈容量算是比較少的 Hewat自動步槍他的傷害與大多數輕擊槍一樣 他在近距離最高傷害是23到遠距離最低傷害是15 這把武器的武器射速不是非常快 每分鐘最高只能打出去475發 與其他輕擊槍來比我認為這射速算是比較慢的 不過Hewat低重式自動步槍他打出去的子彈飛行速度還算比較快 他打出去的子彈每秒可以飛740米 這速度是接近一些GG武器打出去的子彈飛行速度 當這把武器槍裡面還有子彈的時候 裝子彈要花2.85秒 當玩家把槍裡面子彈通通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要花4.25秒 當玩家不把槍裡面所有子彈通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這裝子彈速度算是比較快的 但是當玩家把子彈通打光了 這裝子彈速度是接近一些其他輕擊槍的裝子彈速度 算是比較慢的 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的後座力其實非常容易控制 他第一發後座力乘以1.4倍的 入局幾發往上跳是乘以0.28 幾乎這把武器只有往上跳的後座力 沒有往左往右拉的後座力 在第一呢 所有輕擊槍擁有一個屬性 他們是越打越準 當玩家剛開始開火的時候 打出去子彈不會非常準 因為打出去的子彈布局非常散 但是當玩家按住鼠標左鍵 一直開火 這子彈布局會越來越緊 子彈打出去會越來越準 遊戲中的Hewat自動步槍也不例外 這把武器的子彈布局打出去第一發第二發的時候 非常散 子彈不是非常準 但是當玩家連續射擊按住鼠標 開火這子彈會越來越準 因為他的布局會慢慢的收緊 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有許多優點 我認為他的最大優點是這把武器非常準 我想這是因為他的後座力非常容易控制 這武器幾乎是沒有往左往右跳的後座力 玩家使用這武器的時候會發現 用這武器跟蹤一些終局的移動目標 是非常方便的 因為這武器不會在玩家手中掙扎 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的金屬鏡 其實也非常容易使用 這金屬鏡非常小 方便玩家跟蹤終局的移動目標 也可以讓玩家看到目標周圍的一些敵兵 另外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擁有槍架 也方便玩家跟蹤一些距離稍微遠一點的移動敵兵 用槍架了,玩家會感覺這把武器根本沒有任何後座力 而且可以幾乎取消武器的所有子彈布局 使得打出這些子彈像激光一樣的轉 要用好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並不難 玩家射擊的時候只要直接按住鼠標的左鍵 然後跟蹤玩家想打的目標 這把武器會越打越轉 使用這把武器的時候 玩家根本不需要考慮這把武器後座力 唯一要注意的是這把武器的子彈還剩多少 盡量避免把槍裡面的子彈通打光 因為這把武器槍裡面子彈通打光之後 裝子彈花的時間比較長 如果玩家不小心把槍裡面子彈通打光了 需要裝子彈一定要選好一個比較安全的裝子彈的地方 因為他槍裡面子彈通打光的時候 裝子彈花的時間非常長 還有可能被敵人在裝子彈的時候幹掉 雖然說精確度對一把武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些其他因素 玩家還需要考慮再能做出戰場上用哪一把武器的決定 低重式Hewat自動步槍有一些其他妨礙他的缺點 限制了這把輕機槍在戰場上發揮的有效性 首先小A認為這把輕機槍裝子彈容量實在太少了 這導致小A每次打死或者打上一位敵兵 我需要馬上裝子彈 因為我怕下一次遇到敵人的時候我子彈不夠用 低重式自動步槍 他子彈裝的少也意味著玩家不能用這把武器來壓制敵人 雖然說他有槍架 但是他子彈少 玩家用他來掃射 壓制一會兒就會發現子彈通打光了 另外不像遊戲中其他一些裝彈容量比較少的輕機槍 比如說法國的SOSHA還有美國的BAR Hewat自動步槍打出的子彈傷害沒有像法國的SOSHA 輕機槍那麼高也沒有BAR那麼快的武器射速 這把武器的射速非常慢 在進去裡常常會被敵人用半自動步槍幹掉 更不要說當玩家遇到一些射速非常快的自動衝鋒 比如說Hell Regal還有Automatical Hewat自動步槍在進去裡是沒辦法與大多數遊戲中的武器交火的 射速實在太慢 另外他的武器傷害比較低加上他的射速嘛 有時候打一些中距離遠距離的移動目標非常累 玩家有時候會感覺擊中敵人那麼多發子彈啊 為什麼敵人還不死 這是因為他的遠距離傷害比較低 打直覺子彈數量也不夠多 導致有時候把敵人打到剩下30個血40個血 敵人已經跑出玩家的視線或者跑進掩護了 這樣一來小A認為低重視的Ewar自動步槍只適應於敵人在中距離交火 大概在20米到50米這射程內交火 打一些遠一點的敵人 玩家會發現這把武器射速他們打出的子彈數量不夠 這讓他遠距離最低傷害比較低 很難打死遠距離的敵人 不過在禁止像室內這種環境 他的射速再次限制他與敵人室內交火 如果玩家用這把武器在室內不開第一槍 玩家很快會發現敵人如果使用武器 射速比玩家使用的輕機槍快 很快會把玩家噴死 總體來說小A認為遊戲中還有比Hewart自動步槍更好的輕機槍玩家可以使用 並不需要使用Hewart自動步槍 如果有戰第一的新玩家問小A 我應不應該解鎖Hewart自動步槍 我是不需要把我的支援兵練到職業10級 解鎖這把武器 小A的答案是 我感覺還是省下這些戰爭戰解鎖其他武器去 等其他武器解鎖差不多 之後再回頭解鎖Hewart自動步槍 因為說實話這把武器在實戰中發揮並不怎麼樣 玩家可以用更好的輕機槍來上戰場 比如說用MG15用B2或者用路易斯 好那麼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也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我 我相信目前小A已經把遊戲中所有職業10級解鎖的武器通通介紹過了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需要小A介紹的武器 各位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小A 小A盡量會滿足大家的要求 我們今天小A就說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大家保重 掰掰